注意看,别眨眼,这绝对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好看的恐怖电影,恐怖程度高达七颗星,请小伙伴们谨慎观看。 女孩叫做阿文,她从小就眼睛失明,等了二十年,终于等到一双合适的眼角膜。 就在阿文以为自己完全康复的时候,又发生了奇怪的事情,因为在她睁开眼的时候,她不仅仅看到了自己的亲人,还看到旁边有一个模糊的黑影,她想要看清楚,可眼睛却越来越疼。 医生告诉阿文,这是正常现象,所有刚换过眼角膜的人,一开始都会有上千度的近视,这种现象会随着时间慢慢好转。 隔天,阿文多少能看清楚一些,于是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镜子前,看看自己的模样,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阿文露出满意的笑容。 回病房的时候,阿文遇到一个小女孩,这个小女孩身患绝症,但她很乐观,就这样,两人成为朋友。 小女孩告诉阿文,自己明天就要手术了,想要和阿文拍张照,留作纪念。 晚上,阿文突然听到一阵声音,于是她赶紧出去查看情况。 出来后,阿文什么也没发现,也就在这时,那声音突然出现在阿文的身后,顿时就吓了她一跳。 此时,阿文看到一个黑影,她先是伸手触摸,可是什么都摸不到,没多久,黑影便消失不见了。 第二天,阿文在护士口中得知,昨晚她所看到的婆婆已经去世了,阿文现在并没有意识到,自己现在是阴阳眼。 很快阿文出院,在回家的路上,阿文看到一个身穿西装,满脸苍白的人站在马路中间一动不动,而过往的车辆直接穿过她的身体。 晚上,一阵敲门声传来,阿文并没有多想,直接将门打开,她发现门外是一个小男孩。 阿文问到她找谁,小男孩只是问,阿文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成绩单。 奶奶这时也听见声音,就问到阿文是谁。 当阿文再次回头时,小男孩已经站在自己家门口了。 小男孩的家门口,吊着两个白色的灯笼,阿文并不知道丧事才吊白灯笼,于是,她就想伸手摸摸。 也就在这时,阿文听到吃东西的声音,她蹲下身一看,刚才的小男孩正在啃食蜡烛。 也就在这时,房门突然打开。 男人看到蹲在自家门口的阿文,就问到她有什么事情,阿文并没有说话。 可当她在看向小男孩时,小男孩早已经消失不见了。 原来小男孩刚死没两天,在生前不小心把自己的视觉弄丢。 父母不相信她,小男孩眼见得不到父母的信任,于是就在楼上跳了下去。 就这样恐怖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。 这天上午,一个小孩直接穿过阿文的身体,就在两人疑惑之时,阿文突然发现不远处发生的车祸。 阿文赶紧上前查看,出车祸的正是那个小孩。 也就在这时,阿文看到一个黑影出现,将小孩的魂魄给带走了。 而这个黑影正是地府使者。 坐电梯的时候,阿文的身后突然就出现一个老头。 此时的阿文已经知道,自己所看到的全都是鬼魂。 也就在这时,老头突然飘向阿文,吓得阿文拔腿就跑。 由于在看清这个世界后,全都是恐怖的事情。 所以,这个世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看。 此后,阿文将自己锁在房间,一步为出。 阿文的专职医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,于是就来开导阿文。 经过医生的开导,阿文走出阴影。 可就在这天阿文练习小提琴的时候,突然就晕了过去。 很快阿文被送去医院。 晚上, 那个身患绝症的小女孩找到阿文。 他告诉阿文自己就要出院了。 就在阿文替小女孩高兴之时,他突然看到一个黑影。 而这个黑影正是地府使者。 阿文看着小女孩被地府使者带走,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伤感。 小女孩看到阿文的样子便安慰起阿文。 随后小女孩便跟着地府使者离去。 就这样,阿文慢慢地也接受了自己阴阳眼的事情。 在参加完小女孩的葬礼后,医生将两人的合照还给阿文。 阿文看到上面的自己,居然不知道是谁。 于是他就问到医生,小女孩旁边的是谁。 医生告诉他,这个人不就是你吗? 听到医生的话,阿文顿时惊恐万分。 原来阿文当时照镜子看到的那个人并不是自己,而是给他捐献眼角膜的女人。 之所以会这样,完全是因为捐献者有心事为人。 只有了却他的心事,阿文能够正常使用他的眼角膜。 隔天,医生在得到捐献者的资料后,告诉阿文捐献者叫做小美,是一位泰国女孩。 就这样,他们去找了小美的母亲。 在路上医生告诉阿文,小美的确是天生阴阳眼,她能不看到地府使者。 所以,她经常会站在邻居家门口大喊大叫。 放她喊完后,邻居家就会死人。 所以,村子里的人都感觉小美是灾心,全都将她当成恶魔。 可就在有一天,小美又在村子里大喊大叫,让村民们赶紧离开。 可是没有一个人理会她,全都当她精神有问题。 不成想,这一次一场大火,将村子里三百多人全部烧死。 而小美因为没有救下他们,最终上吊自杀。 很快,阿文他们找到小美的母亲。 阿文晚上还住进小美曾经的房间。 阿文对着镜子说道,我知道,你想让我来这里。 如今我已经来了,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,就说出来吧。 随后,阿文的脑海中就开始回顾小美的一生。 在小时候,小美就能够看到这一切。 所以,她经常受到小伙伴们的排挤。 而村子里的人也对她冷眼相待,那些年也是母亲一直守护着她。 可自从那次大火带走三百多人后,小美感到惭愧不已,最终选择上吊。 在得知这一切后,阿文赶紧找到小美的母亲,说小美最后的心愿是再见母亲一面,希望母亲能够原谅自己。 如果现在母亲能够上楼和她见一面,小美就能够摆脱痛苦。 可母亲很伤心,她告诉阿文,自己这些年来,一直守护着小美,万万没想到她,居然自己放弃了自己。 所以,母亲无法原谅她。 也就在这时,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声音,阿文赶紧跑上楼,正好看到小美。 上吊的一幕,母亲也在楼下也听到了声音,随即也跑了上去。 小美见到母亲后,立马向她道歉。 就这样,小美得到母亲的原谅。 阿文一行人离开了泰国,可让人没想到的是,车子走到一半的时候,突然堵起了车。 原来前面有一辆危险品的货车,发生侧翻。 阿文此刻又看到大批地府使者来道,不难看出这里即将发生一次大灾难。 阿文赶紧下车,拍打众人的车窗,让他们赶紧离开。 可他们根本就不把阿文的话当回事,也就在这时,突然一阵爆炸响起,这一次夺走许多人的生命。 而阿文也在这次灾难中再次失明。 可能对于现在的阿文来说,看不到可能是一件好事。 故事到这就全部结束了。 这是一部上映于2002年的香港恐怖电影《见鬼》。 电影主要讲述的是,女主阿文自有双目失明。 在长大后,接受了眼角膜移植,可恢复光明的阿文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快乐。 因为她所换的这双眼睛居然是一对阴阳眼。 此后,阿文再次陷入无限的痛苦和恐惧之中。 其实,电影并不是简单的恐怖堆砌。 它有着更加深层次的探讨。 影片探讨了生死、命运,还有人性的脆弱。 阿文在面对未知的恐惧时, 她展现出从最开始的恐惧到慢慢接受。 这也不得不让我们思考。 人在面对超出常规的事物时, 我们的内心也在一点一点地变强大。 在观看电影时, 小编就好像被带入进一个诡异和惊悚的世界。 那紧张的节奏和不断出现的恐怖场景一直让人保持心跳加速。 而导演也通过镜头悉尼刻画女主内心的恐惧, 让我们很好地能够产生共鸣, 切身体会来自地狱般的恐惧和无助。 导演在电影中还巧妙地运用了灯光效果。 在一些恐怖场景中, 全都是昏暗的光线, 给人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。 在一些关键点, 导演又使用强光, 这突然袭来的强光, 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。 在镜头运用方面更为精彩, 尤其是特写镜头, 完美诠释女主恐惧的内心和鬼魂的面目争鸣, 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。 里面的快速切换镜头和摇晃拍摄手法, 更为影片带来了紧张和不安, 就好像身在其中。 总体来说, 《见鬼》这部电影, 在恐怖电影中绝对的独具魅力, 精彩的故事, 出色的手法, 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恐惧。 而且也让我们对人生和命运有了更深的思考。